这些年来 随着选秀节目的再一次盛行 很多热爱音乐和唱歌的人 都踊跃去参加 在舞台上一展歌后 当然是一些明星也偷偷现身 成古导师 一开口大家就坐不住了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王伯曾登上好声音演唱力 手爱与愁 获得了三位导师的转身 短暂的演唱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够 那份情那份爱 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干净 真的要抱赞王伯的唱功 那我先说一下 我为什么转身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 转过来之后 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斯凯 到时候后来我听到最后 我听出来又不是 又不是伍斯凯 风哥怎么转 主要是就是觉得 味道不太一样 和其他的选手 丁当曾以学员身份参赛 按照他的实力和资历 完全可以当导师 果然一开口就经验全场 演唱结束 吴彦斌直呼 你是来考验我们的吗 哇 四位导师 我是新人丁当 哇 是新人的我们 新新人 不是 你不是 我是 我是 我觉得丁当来啊 他就是来考验我们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这几个人的耳朵 那么好骗吗 你看我眼睛这么小 离你这么远 我都看得清楚你 可是真的 哎呀 一秒钟认识 哎 哎 哎 在综艺节目五哈中 邓紫棋以服务业的身份出场 开口前完全没人发现是他伪装的不要太好 这大开口唱歌全场都沸腾了 看来邓紫棋的嗓音还是有很独特的魅力呢 我都看得到你 我都看得到你 你看得到我们吗 哇 我都看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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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让我对你的心 慢慢放大 可是我们终于白头 一个只好 台湾歌手第一代宗师陈彼得第一次登台现唱 就用最深情的歌声感动了无数观众 本以为能看到四位导师抢人的画面 毕竟老爷子真的很优秀 但谁也没有想到四位导师无一转身 转身后全体起立致敬 看到这位 帅爷爷 对不起 我要站起来致敬了 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要站起来致敬 帅爷爷 这个是我们这个乐坛的前辈 陈彼得老师 你们知道陈彼得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关注和转发哦